包饺子,写春联,唱鸣歌,2月5日是中国南方小年,当天在武汉市桥口区云上武汉国际时尚中心会议室里,气氛热烈。 十余名韩国商户代表响应就地过年号召,留守武汉,提前感受捍卫春节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 韩国商户正其乐融融,庆祝小年,不少人决定留在武汉国春节。 2019年8月,韩国潮流服饰批发市场,云上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在汉政街开业,巴士都为韩国商户闻讯而来,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许珠燕,在这里开了三家服装店。 武汉市中国最中心的地方,发展的机会也特别大,特别很多大学生,他们都会穿韩国的衣服,也很喜欢韩国的服装,所以我选择武汉。 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商户受到影响,困境之下,许珠燕开通短视频平台账号,在武汉市桥口区政府的帮助下直播带货。 目前,许珠燕在抖音平台上拥有近3万粉丝,客流量也逐渐多了起来。 今年春节,许珠燕打算和丈夫、孩子一起去黄鹤楼,武汉原不原逛一逛,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。 开业的时候生意很好,但是疫情的原因就消化一点,但是现在也是就慢慢稳定下来。 武汉是我觉得中国里面最安全的地方,为什么我们全部都是和尚警察过吗? 以后现在其他地方都有,但是武汉是最安全的,我觉得。 今年52岁的吴胜旭来自韩国首尔,在汉政街开了一家150平方米的女装店。 从事服装行业多年,他熟知汉政街的历史故事。 这条飞升海内外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和东大门一样,有着瞬息万变的潮流时尚,彻夜不眠地打货人。 灯火通明,热闹非凡。 这些熟悉的景象,让吴胜旭市场产生家的感觉。 我没有想起来,因为我没有想起来,我没有想起来,但我没有想起来,我没有想起来,但我还有武汉的朋友们, 中国和韩国朋友们都在一起,所以有没有想起来。 去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时,很多在汉的外籍商户被接回国。 在武汉全面打赢疫情防控战后,不少外籍商户突破重重困难,返回武汉。 吴胜旭在得知武汉解封后,也是第一时间回到武汉。 他说,现在的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,期待它未来会更好。 我现在非常好想起来,我现在在决户上, 我昨年比较决户偏偏重新冠肺炎疫情后, 我现在比较更新冠肺炎的温暖度中, 我现在比较快要做成功。 我认识